由于台湾电动车的市占将可望从去年的6.2%大幅增加到17% 再加上今年各家车厂加大了推出电动车的力道 因此德国车厂今天一口气引进了两辆全新的电动车 不但锁定最受到台湾欢迎的中型修旅机具 还有高人气的先辈车款强势来袭 人润车身极简化设计充满温润质感又兼具科技感 德国车厂导入全新电动车款 而且一口气就推出两台要进攻台湾电动车市 昨年台湾电动车的质量是6.2% 现在已经近12% 我们认为这个年车会增加到15% 差不多17% 所以变化很快 台湾人们也很开心 新的技术 根据电动车极简化 我们看到电动市场会增加很快 新登场的两辆电动车 同属最受欢迎的中型修旅车车型 只是ID4强调修旅的简洁设计 ID5则是更具时尚感的纯电跑旅 根据不同的性能表现 在台湾总共推出四款车型 马力分别是286匹到340匹 但是续航里程都占上了500公里 而且充电5分钟就能跑100公里 充电10%到80% 只要26分钟就能达成 锁定电动修旅车市场 ID4和ID5夹着德国造车工艺的优势 台湾接单已破百辆 同时今年10月就要开始交车 而车厂还提供了8年16万公里的原厂保固 在台湾在台湾有2,000电动车市场 在台湾接受度越来越高 德国车厂引进电动车款 乘着台湾电车市占 今年渴望上看17%的大势所区氛围下 要赶搭电车热潮 记得陈茗希一超台北采访报道